全民吐槽娱乐圈郭靖被一再整容 如今女星审美日趋一致 长得都如一个妈生的 但即便如此 整容对于大多数女明星来说 依旧是个人间不差的话题 就算都已经整成了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 还是矢口否认 像郑爽这般潇洒承认的是 多少年才能出一个的女中豪杰啊 刘晓庆刘奶奶都逆生长到 60岁出演十几岁的小少女了 大家还有啥好遮遮掩掩的啊 台湾歌手郭靖上周宣传新专辑的时候 再度被吐槽整容 之前郭靖每次发片都被质疑整容 这次跟有媒体报道 他从原本的原理案件上的尖脸 疑似整了下巴 面对记者质疑 郭靖果不其然打出了 极力挣扎的老牌路 说啥都不承认 就不想澄清了 也因为就是会讲的人还是会讲 我只是觉得说 可能因为每次发片的时候 都会稍微比较瘦一点 所以那个像五官啊什么的 就会比较突出 五官突出又是瘦的 难道郭靖减肥都减在了脸上 其实对于整容 多年来记者们 多半是本得心照不宣的态度 不管你认或不认 事实就在那里 不离不去 郭靖此次却呕不过气了 火力全开 极力撇清 验证是 所以他们等一下会上台 都揍我一拳吧 就揍我的鼻子下巴 验证是不是真的 小鞭剑屏 一拳来打我个桃花开 姐姐就是没整过 爱撒撒